V社CMINDEC掌机预计能在2022年2月发货 新库产品第一时间免费试完 还有众多优质达人 分享独到生活经验 快来新浪重测 体验各领域最前沿 最有趣 最好玩的产品吧 下载客户端还能获得专享福利哦 近日 V社表示 以目前的情况来看 CMINDEC掌机能够在2022年2月开始发货 V社的设计师Guy Kuma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我们仍然为跳票到明年年初 而感到沮丧 但是 所有迹象都表明我们能够在2月发售这款机器 不过 Guy Kuma并未透露CMINDEC的预购数量 并且其指出 CMINDEC的发布与其他硬件发布不同 其他硬件公司需要向数千家零售商店供货 但目前CMINDEC只在CMINDEC上出售 Guy Kuma称 我们并未期待CMINDEC在第一天就大获成功 而是希望拥有该涨机的玩家数量在2022年到2023年 这段时间已不断增加 如果事情按照我们想象的方向发展 会有数百万的玩家 能用上CMINDEC IT之家了解到 Guy Kuma最后还解释了CMINDEC的发售不断推迟的原因 其困难之处不在于组装CMINDEC 而在于获得产品所需的所有部件 大约50KK券都严重缺火 Guy Kuma最后还解释了CMINDEC的发售不断推迟的原因